李世珍简介 1953年毕业后分配到南洋地区人民医院针灸科工作 1978年赴埃塞俄比亚参加国家园外医疗队 1980年晋升为副主任医师 先后担任中医科主任 针灸科主任 河南省中医学会常务理事 河南省针灸学会副理事长 南洋中医学会理事长 针灸学会理事长 张仲景研究会常务理事 张仲景研究院副院长 1985年调入张仲景国医大学 任门诊部主任 附属医院院长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针灸讲师团教授 南洋市政协常委 1987年晋升为教授 李世珍教授在国内外杂志刊物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 主持完成科研成果两项 其学术见解收录在中国针灸大权针灸临正指南 中国当代针灸名家医案 河南省明老中医经验极井黄河医化 淮河医药文翠等书中 著有常用数学临床发挥真灸临床辩证论治 祖传真灸常用处方 均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先后被译为日文、韩文、英文与海外广泛传播 真灸之学、理成内南、辩证论治、法处伤寒 李教授一生致力于数学功能及配舞应用研究 为弘扬真灸之学、极数代人之经验 于临床武士载之实践 以脏腑经络学说为基础 脏腑气化作用为指导 对数学功能及配舞、学弱药效、数学配舞法则 功效组织及其与中药贪荒的关系等进行全面探讨 并与脏腑的生理、病理、临床证型、辩证法则等紧密地联系起来 整体治疗辩证取学、进行系统的总结 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脏腑经络辩证论治理论实践体系 自成一家知学说 为产阳真灸辩证论治学术思想自辟一境 李传奇简介 李传奇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教授、主任医师 李是真灸第五代传人、学科带头人 中国真灸学会器械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高知高专教材评审委员会委员 河南省真推学会副主任委员 南阳市真推学会副主任委员 南阳市政协委员、李是真灸研究所所长 全国高知高专院校教材真灸治疗学、人民卫生出版社 经络数学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副主编 致力于李是真灸五代临床经验的发掘整理 主持真灸临床辩证论制、已在版、常用数学临床发挥 祖传真灸常用处方的修订在版工作 先后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八十余篇 主持烧山火、透天良手法的改进应用等科研课提11项 其中两项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获胜科技成果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 多次到日本、韩国、美国讲学 研究方向、数学功能与临床配偶应用 前言 常用数学临床发挥一书自1985年出版 至今已三十余年了 期间曾多次印刷发行 先后被译成日文 韩文和英文出版发行 享誉国内外 由于该书已脱销多年 国内外针灸学者所求者络绎不绝 出版社亦多次敦促重修在版事宜 然而在版绝非为原书原貌的重现 必须要有新认识、新理论的充实 必须要对数学功能再验证、再完善、再提高 自该书出版后 家父就带领我们继续对数学进行临床研究 又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并探索认识了一些新数学 这些经验及新认知的数学 都有必要充实到该书中 对一些数学配偶及功能亦要做一些调整 特别是对不太符合临床或不适宜临床的处方 必须要修正 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努力 本书在版工作终于就绪 将以崭新的面貌呈现给广大读者 此次重修在原版的基础上做了如下调整 删除了个经脉概论中的经别的巡行路线 落脉的巡行部位疾病后 经经的分部部位疾病后 先增加了印堂和天柱两个数学 对于一些数学的功能组织做了部分修正 对个别数学在临床应用方面的不妥之处 进行了修改、纠正 补充和完善了一些数学的功效 组织及配偶应用 增添了一些典型案例 常用数学临床发挥一书 是集理事四代人的临床经验结晶 对数学的认识是通过临床不断积累完善的 该书自出版后的三十多年里 家父带领我们 理事真九第五代传人 继续对数学功能 配偶组方 辨证论质进行临床探索研究和总结 又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相继完成了真九临床辨证论质 祖传真九常用处方两部作品 自此 理事真九的真九临床辨证论质体系建设 终告完成 同时 也为该书的再版 修改提供了相互印证的理论支撑和统一 规范的数学运用 科学在发展 理论在进步 积累经验就会有新的认识 善于总结就能得到理论上的升华 该书在修订中原 你新增四个数学 后感到其中对因谷 取全学的认识还不十分成熟 故而仅增添了印堂 天柱两个数学 天柱学的临床研究是从治疗颈椎病开始的 而后又用于治疗脑瘫 颈向不支的撞金补须和颈向强硬的西风止径 柔筋缓急 对该数学功能新用的认识日趋成熟 而对印堂学已有数十年的临床经验 此次经过整理 已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此学 印堂学本为经外其学 但其运用却远远超出了其学的主治范畴 随着对其认识的不断深入 印堂学所处的位置正在都脉的寻形路线上 其通读解净 清脑安神 西风前阳 行脑开窍 书风清热等功效一当属都脉 故而本书要为印堂学证明 史之归属于都脉 在该学的数学归类 中笔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希望广大读者参与讨论 又 出版中某些名词数与现已费用 从纪念李世珍先生角度考虑 如不影响读者阅读 也予保留 李世珍久对数学功能的认识 是一个不断发展 完善的过程 例如官员 气海二学补肾阳 以肾气为主要功能 常用于肾气 肾阳不足的诸多病症 在临床实践中发现 二学用泻法 具有调充认的功效 用于充认失调的妇科病症 收效显著 故而此次增添了二学用泻法 条理充认的作用 完善了二学的功能效用 实践是最好的验证 有的数学 是通过正法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来修正的 例如中晚学 中晚是一个合胃化痰的数学 主要用于为湿和降合痰痴 痰火的病症 用补法却有健胃补中之功 但在临床上应用极少 非大虚大亏 纯虚之症不得不用外 一般少补为宜 在原著 讨论 中已经阐述了中晚学 多用泄法之油 以及可代之的数学 等等 然而有些读者并没有完全理解 其深层含义 来信反映 中晚学用补法操作后 出现了中满补育饮食的现象 此次修改删除了用补法 建卫和中的内容 一则是突出了数学的主要功能 二则 也可避免读者的误解 而带来不必要的物质 有鉴于此 对于其他部分数学 也做了相应调整 必求数学的功效精砖 家父生前对书中的86个数学 一一进行了梳理 检验 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 为此次的再版 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 家父医生治学严谨 一丝不苟 他所积累的经验 是经得起检验的 是不掺任何水分的 比如他要观察数学功能 诊疗效果 必须是在病人停止其他疗法 单靠针灸治疗下进行的 不然失真的情况就太多太多了 记得2002年 随家父一同到日本讲学 日本一患者 针灸医生 得了一种奇怪的病 口中发咸 吃什么东西感觉都是咸味的 原因是饮用深海水后出现的 第一次饮用深海水后 急感口中发咸 第二次饮用后 口中发咸加重 以持续一年多 多种方法治疗无效 家父仔细辨证后 认为他的病症 是由肾虚所致 经针补双腹留学三次而收效 我们回国后 该患者皆由日本的医生 继续治疗十二次而告痊愈 家父一直惦念着想 所得一份完整病例资料 直到2005年 我再次去日本讲学 得到了这份完整病例时 家父一先是 日本学者纷纷摇剪恩时 出版界出专刊纪念他 认为他是见真东部第二的 中国针灸大师 作为针灸界泰斗 国家级名老中医 家父一生为针灸医学的发展 担惊竭力 他常给我们说 你奶奶吃斋念佛行善事 我们诸书利说 把我们的经验传播出去 实行最大的善事 不要保守 不要只把它看成家传的东西 固守起来 我们要把这一家之言 变成百家之言 如今他老人家的遗愿 正在实现 三不住坐在国内外传播 逃离满海内外 日本 韩国 美国的高徒在宣传着理事之学 也望购得本书的学者加入弘扬针灸医学的队伍中 为针灸这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发展共同努力 李传奇 2011年8月余晚 出版前言 常用数学临床发挥始祝于1962年 至将家传四代百余年的针灸事件经验赚注成书 传授于世 在撰写成书的过程中 时刻未敢烧泻 几辖时紧张而又静心的撰写 贫于肺寝望时偷袭转注 回旋崎岖 迟至今日终于面回于世了 先赴李星田 夜一五十年 经究针灸医术 他根据临床实践和先祖之教会 对数学功能 数学配舞 学弱要效 以针 酒 代药和针灸辩证诗制进行了探讨 赚注针药会通义书 读书心得 一里昭然 发前人所未发 为古书所不载 草创成书 1945年 之后 晚静同道和学者们求取书稿 传阅转抄 临床应用 得心应手 重赞医术精湛 先赴为启迪后学 以针归念 不惜晚年体衰多病 又经十余年的静心增补 内容该背 当于脱稿之际 先赴尝试 未能堪印 终成遗憾 虞成先赴之一致 以针要会通为基础 几三十年来之临床经验 积累了几千份典型病例 随访万余人次 赚成尚未脱稿的一本真九一案集 约三十万字 为本书奠定了实践和理论基础 全书分十六章 共八十九节 是按十四经和经外奇学选传常用学 八十六学 的 除第一章总论三节外 其余按经续章 医学历节 美经有一概论 从其经脉 落脉 经别 经经的分布和病后 以及该脏和该府的生理 病理和数学的分布 概述 该经数学的治疗范围 及特点 然后分结论述所选的常用学 每个常用数学分十个部分 即 概说 治疗范围 功能 主治 临床应用 并按举例 数学功能 鉴别 数学配物 讨论 割括等 其 概说 是概括的述说该学的特点 主治范围及其他 治疗范围 是以脏腑经络学说和数学特点为基础 论述起治疗范围及其他 功能 就是列出使用补 泻 爱酒 放血等法所起的作用 即相当于哪几位中药的功效 主治 是列出该学所治的病症 临床应用 是从 主治 向中列举几个病 症 阐述它治疗哪些类型的病症 能起哪些作用 哪些方面需要禁忌 与某学配置所发生的疗效等 应按举例 是针对每个数学列举二至六个典型病例 以示疗效 数学功能鉴别 是与某学或某几个数学配物相当哪个质责 或相当哪个重要堂方 讨论 包括真敢走向 精致潜时 临床见闻 注意事项 历代一家经验等 以及对有关问题的探讨和不同见解等等 歌阔 是用七言句编成四句 六句或八句一首有韵的歌诀 概述它的位置 所属经 所属学 功能 组织范围 针次深浅 补卸多少 以及相当药物和注意事项等 是书 以先负经于针灸 熟读脏腑经落 渊博经典经质 明晰数学功能 重视辩证取学 用学经少工专 诚如是则临床不至刻舟求见 暗谱所记和广罗原野的教诲为准生 从脏腑经络的生理 病理和经络和脏腑之间的联系 数学的所在 及其与脏腑 经络的关系 以及临床实践 分析数学 分析数学 认识数学 应用于临床的 不是把数学教条的扣在某个病症中 使数学不能舒展其应有的作用 在治疗方面 注意掌握局部于整齐 经络与脏腑 脏腑与脏腑 数学与脏腑经络 疾病与脏腑经络的关系 重视整体治疗辩证取学和同病一致 异病同治 治病必求其本的治疗法则 鉴于前述 原名本书为常用数学临床发挥 其数学功能 治疗范围 学弱药效 以针代药 整体治疗辩证取学和对精致 经文的探讨是该书的精髓 他给针灸学科丰富了内容 为针灸医疗 科研和教学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是书 虽有四代百余年的实践经验为基础 但由于个人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有限 特别是赚注成书 尚未初步尝试 难免有谬误和不足之处 恳请同道们会言赐教 以便今后修改提高 本书在编写 修改 和对 抄写过程中 承王王小峰 李春生 吴林鹏 李传奇和本院真九科全体同志的大力协助 并提出宝贵意见 特此静置谢陈 李世珍1983年中秋于御晚 说明 一 此书所用的补卸法 与明代陈慧神映经中的碾转补卸法相同 其碾转补卸时间的长短 角度的大小 频率的快慢 根据病情和病人耐受程度而定 一般来说 卸法是 刺入御刺的深度 出现针感后进行碾卸 每隔5至10分钟碾卸一次 每次碾卸半分钟至三分钟 换野取卸碾卸时间较短 碾卸二至三次 留针15分至30分钟拔针 换野取卸局部疗法 有时卸法与强刺激相配合 无法是 刺入御刺的深度 出现针感后进行连续的粘补三至五分钟 甚至十分钟 严重虚亏或虚脱患者粘补时间较长 及拔针 有时不法与弱刺激相配合 二书中的烧山火和透天良手法 不像明代徐凤在针九大全 金针腹中叙述的操作手法那样复杂 本书的烧山火手法是 刺入御刺的深度 出现针感后 刺手母十二指向补的方向拈转后 紧捏针饼 使局部肌肉紧色 以免深刺 向下适度的按压 使之逐渐产生热感 透天良手法是 刺入御刺的深度 出现针感后 刺手母十二指向蟹的方向 粘转后紧捏针饼 使局部肌肉紧色 以免将针拔出 向上适度的提针 使之逐渐产生粮感 这种操作方法比较简单 易于掌握 三书中用补法配烧山火 是用粘转补蟹法中的补法 粘补后在配烧山火手法 可受温补的作用 用泄法配烧山火 是用粘转补蟹法中的泄法 粘线后再配烧山火手法 可受温散的功效 用泄法配透天良 是用粘转补蟹法中的泄法 粘线后再配透天良手法 可收清散热鞋的作用 四 书中数学的功能 相当某些药物的作用 是指相当它 这些药物中的某一作用 与该学功能有关的作用 不是相当它的所有作用 其数学功能鉴别 是从其共性中相较其个性 至于各数学另有的特殊作用 不在其互相比较之内 五 书中提及一些数学的真感 感应通传 能走向较远之处 其方法是 竞针后 多数是针间略向异域走达的方向竞针 局部针感出现 数折母 十二指相补 用补法时 或谢 用泄法时 等粘转方向紧捏针柄 使之针感寻精 少数不寻精 逐渐走达远处 不需配合金针附中记载的 按之在前 使气在后 按之在后 使气在前的按压法 六 书中所配置的数学 除换野取学和寻精近次用的是单侧数学外 凡寻精取学 辨证取学 都是取用双侧数学 因此 临床应用 像中未提及所用数学是双侧或是单侧 而 另按举例 像中所用单侧数学写明了左或右侧 所用双侧数学为写双字 七 割括 中记载的数学真次深度都是一般常规深度 根据病情和体质的差异 其深度亦有所不同 八 书中十四经经脉的病后 使医器各经特点 寻行部位和临床实践 并参考灵书经脉篇中有关内容拟出的 九 具有整体作用的数学 之所以能治疗众多的病症 是指医器功能 能治疗这些病症中的某个或某几个病理类型 或疾病中的某个或某几个方面的症状 十 灵书脏腑病行片中行书至外经 和至内腑 是指阳经的数学而言 但有些行书学不限于紧致经病 有些和学而无治疗腑病的功效 本书以临床实践为依据 不拘泥于这些经文 十一 八会学中的有些会学 其疗效并非如其名 如脏会学并非能治疗五脏病 辅会学并非六辅病均可治疗 本书对此类学加以说明 十二 本书所选取的《伤寒论条文》 均按成都中医学院主编的《伤寒论讲义》 1964年版的文字和号码 十三 灵书受邀刚柔篇中并在阴之阴者 次阴之行语 并在阳之阳者 次阳之和 并在阳之阴者 次阴之经 并在阴之阳者 次落脉的选次数学方法 其中有些数学的疗效不符合临床 就不依此引经据点 十四 五输学配五行属性用于临床 有些数学其深刻关系较牵抢附会 因此 本书对于不切合临床实际的数学属性 仅提及所属行性 为依此论其效用 十五 主治 项中有些病 正名称下边加油 符号 以提示举例于临床应用 便于查阅 十六 灵书顺气一日分为四十篇中并在脏者 取之井 并便于色者 取之行 并时间时慎者 取之书 并便于阴者 取之经 经满而血者 并在未急一饮食不节得病者 取之河和南京六十八难中 井主心下满 行主身热 书主体重节痛 经主喘咳寒热 和主逆气而泻 有些数学疗效并不符合临床 本书尚未提及 十七 书中十二经经经的病后 使一期各经经经特点 寻行部位和临床实践 并参考灵书经经片中有关内容而拟出的 十八 割阔 中的药物 是缩写 功能 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位或几十位药物 第一章 总论 第一节 经络与数学 针灸致病 同中医临床各科致病所依据的脏腑 经络 阴阳 五行 四诊 八纲等中医学理论完全一致 其中与经络学说更为密切 历代一家 以数学为基础发展了经络学说 又以经络学说为指导 不断地丰富了数学的内容 经络同数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经络是人体运行气血 联络脏腑 沟通内外 贯穿上下的进入 数学是脏腑 经络之气输注交汇于体表的部位 它们在生理 病理和治疗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 经络和数学是针灸治疗的基础 针灸数学治疗疾病 主要依赖于经络的作用产生疗效 一 经络的联系数落与数学的关系 人体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 各条经外都有一定的分布部位 各个脏腑都与一定的经络相数落 各个组织 器官 脏腑之间 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而经络则是人体内外 上下 左右 料理的主要联系者 经气的循行传注 转输营养 运行气血 传导反应 调节平衡等功能活动 均以经络的联系数落为基础 在疾病发生 发展过程中 脏病会涉及到腑 腑病会影响到脏 例如肾阳不足 命门火衰 会影响膀胱气化功能 发生尿瓶 尿疾 尿臂等 脾阳不振 施气渐运 就会涉及到位的收纳腐术功能 发生反胃 呕吐 腹肠那呆等 同时胃的功能失常 也会影响皮的运化 发生腹胀 血血 消化不良等 再入六经的传辩和病病 合并等 这都与经络的数落有密切关系 伤寒论运用的六经辨征法则 也是以经络的联系数落作用为基础的 太阳病的头痛 向强 少阳病的邪痛 耳聋 都是依据经络寻形部位而确定的 在治疗方面 取温部慎阳的数学 治愈膀胱气化功能失常的病症 取温部皮阳的数学 治愈未腐收纳腐术功能失常的病症 取卸太阳经的昆仑学 治愈太阳病的头痛 向强 取卸少阳经的秋须学 治愈少阳病的邪痛 耳聋 以及寻经取学 上病取下 下病取上 左病取右 右病取左等取学方法 都是借经络的联系数落通路发生疗效的 二 经络的转输营养与数学的关系 经络是运行气血的通路 健康人的阴平阳密 气血旺盛 脏气如氧等 主要是由于经络能输送营养物质到全身各部 从而保证了全身组织器官的正常功能活动 例如守得血儿能握 足得血儿能部 干受血儿能适合五脏藏经 六腹传化以及皮肤的色泽 毛发的尾容等等 这都与经络的转输营养作用有密切关系 在疾病的发生 发展过程中 任何原因致使经络必阻 气血运行不畅 都会出现如肢体麻木 疼痛 无力或肌肉萎缩 毛发枯萎等病症 肝血不足 不能上容于目出现的硬盲症 肾音不足出现的眼干昏色 眼干 血不氧筋出现的肢节无力等 这些都与经络的转输障碍有密切关系 在治疗方面 趋通畅经络的有关数学 是转输营养的经络进入通畅 则肢体麻木 疼痛 无力和肌肉萎缩 毛发憔悴就可治愈 趋补易肝血的数学 补 治愈阴盲症 趋补易肾音的数学 补 治愈阴肝 眼干 趋补易阴血的数学 补 治愈贫血 等等 这都是通过改善经络的转输营养作用而治愈疾病的 三 经络的传导反应与数学的关系 经络的相互维系 经络的功能活动与经络的传导作用有密切关系 在正常的情况下 提疗感受外界刺激 通过经络的传导反应与内脏 内脏功能活动通过经络的传导反应与提疗 机体能抵御外邪 保卫机体 适应自然界各种环境的变化 也都与经络的传导反应有密切关系 在疾病的发生 发展过程中 脏腹有病 提表相应部位出现特殊感觉或反应物 如压痛点 敏感带 放射性疼痛 或结结状 调状反应物等 如素问脏气法时论篇说 肝病者 两脚下痛饮少腹 令人善怒心病者 胸中痛 脚之满 脚下痛 应被肩胛肩痛 两臂内痛和灵书脚气脏腹并行篇说 小肠病者 小腹痛 当耳前热 又如肝胆火望 寻经上扰的耳鸣 耳聋或中耳炎 蓝尾炎多在上具须处 有明显的压痛反应 等等 这都是通过经络的传导 反应与体表出现的真相 同样体表病变 能内传脏腹 如丁毒归心和脉壁不已 覆盖于血 内涉于心等 则是通过经络有表集里的 向内脏传导反应 在治疗方面 上具须能治疗蓝尾炎 神门学能治疗丁毒归心 针刺肝经的太重学能治疗肝病 都是通过经络有表集里的 传导作用发生疗效的 针蟹丘虚学 酸胀感觉寻经上行走 达于耳部 治愈了耳病 针蟹内庭学 酸胀感觉寻经上行走 治烟部 齿部 治愈了咽痛 齿痛 这是通过经络的 由体表膜不传导 于体表的另一部位 发生疗效的 气急不畅 气质血瘁 气血失调等病症 是经络组织影响传导所出现的 而通过针灸有关数学通畅经络 改善经络功能 即可舒畅气急和调和气血 人中 永泉 十旋等学的开窍起闭作用 也是通过经络的传导功能发生疗效的 四 经络的调节平衡与数学的关系 经络的调节作用 可使脏腹组织之间保持相对平衡 内外协调 因平洋密 可使脏腹之间的生理功能活动相辅相成 互相制约 脏腹 肢体 五官等共同进行着有机的整体活动 使脊体内外 上下 左右保持着统一而又协调的有机配合 主要与经络的调节平衡有密切关系 在疾病发生 发展和转归的过程中 当某种因素 导致某部经络失其正常的生理功能时 另一部分经络就给予调节 脏腹之间 由于经络失其调节 就会出现如心肾不交 脾腻疾肺 心脾不足 肝成皮图等病理变化 就会出现脏腹彼此之间的太过活不及和上下 升降失调的病理变化 例如肝主生发 升之太过 肝阳上抗 则头痛 眩晕 面齿 耳聋等 脾气主生 气须生之不及 则头痛 眩晕 肺主速降 降之不及 则咳嗽 喘醋 肺气速降太过 则气醋 气须下陷 胃腹主降 应降反升 则恶心 呕吐 那呆事少 甚至恶逆 上不至下 岂须下陷 则子宫脱锤 脱缸 胰尿等 下不至上 肾不那气 则乎多稀少 动则气喘 在治疗方面 如谢足三里 公孙 何谓叫你 谢百慧 太宠或行间 平肝前养 补气海 太息 补身那气 补百慧 何谷 足三里 身体下陷之气 补腹溜 谢神门 交通心肾 等等 又如口眼 邪 半身不随 针刺 鉴策数学而育病 这都是通过改善经络的调节 平衡作用而获得疗效的 针灸的补不足 谢有余 虚者补之 施者卸之等 也都是调节平衡的具体用法 总之 数学之所以具有众多的治疗作用 如补气 养血 补肾 瓶肝 等 主要是以经络的联系数落作用为基础 通过通畅经络 增强经气 改善经络的转输 调节和传导功能而发生疗效的 数学具有的双重性调整作用 如神门有补心和清心 三阴胶有养血和破血 足三里有通便和止血的作用等 虽然与补血手法有密切关系 但也必须在上述条件下才能产生 所谓阴南疾腹 阳当素顾 顾阳为气急物 是因阴液式机体功能活动的源泉 其化身转疏散不全身 要有一定的时间过程 而阳气 包括阳气 宗气 阴气 胃气和脏腑之气等 是机体功能活动的动力 运行快速 适用温补原阳或回阳固脱脂法 通过精气 包括阴胃 以及对气血的运行起着主导作用的 踪气和元气 的作用 能很快地挽回垂尾之扬 经络的生理功能 即是经络的气化作用 经络之所以有转输 传导 调节等功能 实际上是经气的作用 所以 针灸数学治疗疾病 是通过经气取得疗效的 经络是依气经气而迎起正常生理活动的 经气由来经络的通畅发挥作用 经气的运行失常 就会形成经络的病理变化 经络的组织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气的功能活动 因此 针灸数学既要重视通畅经络 还应注意改善和调整经气 从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经气就是经络之气 它源于脏腑之气 是经络迎起正常生理活动的动力 经气的虚实 又决定于脏腑的盛衰 因此 经络与脏腑之间有着标语本的关系 两者是密切联系而又不可分割的 经络并便可以影响脏腑 脏腑病便又可反映到经络上来 因此 我们应该以脏腑经络学说为基础 分析疾病 诊断疾病 才能恰当地选配数学治愈疾病 灵书经别天说 夫十二经脉者 人之所以生 病之所以成 人之所以治 病之所以起和灵书经脉天所说的 经脉者 所以能觉死生 触百病 调虚实 不可不通 早已概括地说明了经络学说应用到生理 病理 诊断和防治等方面的重要性 经络学说是针灸学的理论核心 明辨经络是适用针灸选取数学的前提 第二节 数学功能的探讨及应用 人们对数学功能的认识 是通过长期大量的医疗实践获得的 并在此基础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从而有感性认识逐渐上升为理性认识 目前 虽然对数学的功能及其治病机制有了一定认识 但仍处在探讨研究阶段 需要继续在实践中深入探讨 系统研究 使之更加完备 1. 探讨数学功能的目的 数学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接受针灸的刺激 二是反应病痛 病厚 三是防治疾病 其中以防治疾病为数学所具有的基本功能 病厚的表现并不全在数学 反映于数学的异常现象 只能看作是全身正厚的一个部分 数学作为接受针灸治疗的刺激点来说 从压痛点或自发病痛点来选定数学 可算选取数学的一种方法 而这并不是针灸取学的全部方式 离开数学的反应点只谈刺激点 或专门探索反应点来决定数学 都是片面的 如对每一病症都按压痛点 反应点来取学 就会使针灸治疗停留于阿氏学法的初级阶段 根据过敏点 反应点来取学 其反应点也就作为刺激点 但当无特殊反应点时 仍可按照主治数学施行治疗 此时其刺激点并不兼有反应变化 例如肺结核在肺鱼血处出现反应点 可在肺鱼血加以针治 蓝尾炎在上去需出现压痛反应点 可在上去需学加以针治 而当其不出现反应过敏点时 也还是要按其症候取失肺鱼 尚需需进行治疗 可见针灸取学 不能完全以痛点反应点的出现为依据 而必须从全身症候综合诊查 并进行整体治疗 数学刺激点经过脏腑 脏腑经过数学反应点 连接成为从内及外与从外达内的治疗反应通路 反应点是数学在编证阶段的运用 刺激点是数学在失智阶段的运用 而防治疾病则是数学所具有的基本特性 探讨研究数学所具有的基本特性 数学功能 尚需针灸同道们共同努力 数学是增强和改善脏腑 经过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针灸体表次几点 探讨数学功能的目的 就是通过探讨 了解数学功能对疾病的疗效和对机体内在的影响 灵活地掌握运用数学 而不知受某学制某病所局限 或莫守成方呆板的选配数学 历代一家对于数学的功能及临床应用 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 如病在阴之阴者 四阴之行书至脏者 至其余腰背尾中求度负三里流等等 这对知道我们临床是很有价值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去研究数学功能 不掌握数学功能特性 只是机械的搬用古人经验 死寂某学制某病 某病去配某几个数学 孤立的认识疾病 机械的使用数学 教条的选学配方 那就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就会使我们在临床上受到限制 特别是遇到复杂病症或治疗无效的病症时 往往会束手无策 就是治疗 也是取学不清 治症不明 病轻不知其因 病重不知其骨 以腰痛 头痛为例 针灸治疗腰背痛 头痛 同样是根据病因 病肌 疼痛特点及其体征等 运用四诊八纲 进行辩证失智 选取数学的 如果仅根据腰背尾中求头向寻列缺等 不分病理类型和辩证 凡是腰背急患都取尾中学 凡是头痛 偏头痛都取列缺学 就不够全面 效果也不能令人满意 有人治疗急性肠梗组这样取学配方 常用学 前书 官员 上巨须 下巨须 备用学 腹痛选加中晚 河谷 大肠鱼 刺疗 皮鱼 呕吐家族三里 内观 便秘 便秘加大肠鱼 本来大肠木穴 小肠木穴 大肠下河穴和小肠下河穴配舞 就有通肠开节 消导机制的作用 取这些学呕吐 腹痛 便秘等主要症状便可随之而遇 没有必要再加备用学 如果为了防止服药后呕吐而取内观是必要的 本病主要矛盾是肠内容物通过障碍 肠腹气肌不通 不通则痛 气质则负胀 气腻则呕吐 大肠臂节则便秘 此四大症状改善与否 主要看呕吐 腹痛 排气和排便的情况如何 不能把这一系列的症候分割开来 这种取学配方 既违背了辩证取学原则 又是取学不明的具体表现 以通力小便为例 通力小便的数学很多 取学不但会起反作用 终极 官员 肾瑜 阴灵权都有通力小便的作用 但它们能使小便通力的机制各不相同 终极增气化 开水道以利小便 肾瑜补肾气 亦气化以利小便 阴灵权 诸韵化 行水师以利小便 官员状元阳 助气化以利小便 其因在于 终极是膀胱之木学 肾瑜是肾经经器输注于背部之数学 阴灵权是足太阴脾经之河水学 官员是小长木学 状阳要学之故 如果属于肾阳不足 膀胱不能化气而小便不利 可取补官员或不久慎于 若取卸中极通力小便 凡使小便更为不利 如属膀胱湿热拥结而小便不利 应取卸中极清力湿热 通力小便 若真部官员或中极 则施热拥结更甚 小便更为不利 二 探讨数学功能的基础和条件 数学分布在一定的经脉巡行通路上 是人体脏腑 经络之气输注之所在 数学由于经络的内外联系而与人体各个脏腑 组织 器官等息息相通 因此 探讨数学功能 必须以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 以数学部位和特定学位根据 以针刺补屑 爱朽 放歇等方法为条件 通过辨证失智 究其临床效果 则是对其数学功能正确性的最好验证 以合股为例 首扬明经脉 经别寻行于头面 本学真敢言本经走打口 鼻 面 齿等处 以上部位的病症又多因风热 风寒 热邪玉邪所致 该学是首扬明大肠经的原学 肺语大肠相表理 因此 本学具有驱风散邪 清散扬明经邪热 清泻头面珠桥热邪的功效 以神门学为例 要从神门学的位置 所属经脉 五行所属 所用补屑法 以及经脉的相互联系 核心同它脏的关系入手 探讨该学的功能 神门为首少阴心经的数学 是心经的原学和子学 五行属土 心主血脉 又主神明 五行属火 本学五行属土 火能生土 故为心之子学 阴经书学 书缘合一 有为心之原学 原学能不能谢 故用补法有补心气 养心血 安心神的作用 使者谢其子 用谢法有清心火 宁心神 通心落的功效 基于首少阴 首太阳 足太阴 足少阴经脉和足阳明 首太阴 足觉阴 足太阴 足少阳经别的寻行 及其相互联系 心与肺 肺 肾 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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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 肥 小肠的关系密切 因此 同心有关的病症 如心体两虚 心肾不骄 心肝血虚 心胆气虚 心肺气虚 以及胃部和则我不安等病症 都可配取神门学失智 针次补谢法 对于数学功能的改变 起着决定作用 若以谢为补 或以补为谢 均可导致相反的效果 以爱酒神缺学为例 神缺学之所以有温部下缘 振粉中阳 辉阳固托 竹冷散结 温通血脉等功效 是于所在部位和爱酒等 包括其他酒法的作用分不开的 神缺位居于其 其位大副中央 是五脏六腑之本 缘气归藏之根 介于中下胶之间 其下肾间动气之处 爱叶深温熟热 纯氧之性 能通十二经 善于温中 逐冷 行血中之气 气中之质等 神缺借助爱荣燃烧温热之力 渗透皮肤 深达内部而起达以上功效 以取则放血为例 取则之所以有凉血解毒 开窍起壁 消散欲热 行血区域等功效 是应该学维心包落经的数学 心煮血脉 又煮神明 五行熟火 心包卫护其外 在心受血而为病 故诸邪之在于心者 皆在于心之包落 一句 晚沉则 除之 蟹血开壁 蟹其血而散其欲热 的治疗原则和治病机制 通过在取则放血 对心 心包 血和血型有一定作用 如气质血瘀的病症 放血即可行血散瘀 血瘀散 落脉通 疼通自止 故取得有行血区域 通落止痛的功效 猪热冒斥 皆属于火 猪躁狂躍 皆属于火 放血即可散热 散热即可清新火 新火得清 心神自宁 故取得放血有清新安神 散热除凡的功效 三 数学功能的临床应用 掌握数学功能方能使数学应用广泛 选配数学精砖和辩证取学恰当 一掌握数学功能 数学应用广泛 药物和数学虽然致病途径不同 但都是通过解决机体内在矛盾而治愈疾病感 认识数学 分析数学 如同认识和分析药物一样 只有辨明数学功能和其对机体的联系及影响 才能更广泛地运用于临床 以太宠学为例 太宠学有疏肝解育 理气散治的功能 临床上反属肝气欲结 肝气横腻 肝成皮土 肝气范围 肝胆失和 气质血瘀等所导致的胃痛 邪痛 血血 痛经 月经不调等病 均可取卸本学以至其本 太宠学又有平肝泄祸 西风前阳的功能 临床上反属于肝阳上抗 肝火上炎 肝风内动所导致的病症 均可取卸本学以至其因 再以腹瘤学为例 用补法又滋阴补肾的功效 反属肾阴不足 水不寒目 肝阳上抗 水不上成 心肾不骄 自到母气 肺阴好伤所致的病变 都可取卜本学以至其本 又如三阴胶有活血趋瘀的作用 反阴瘀血所导致的病变 或伴有的症状 均可取卸本学 本学有养血的功效 反阴瘀血须所引起的病症 或伴有的症状 均可取卜本学 所以说 只有掌握了数学功能 才能使其在临床应用上更为广泛 二 掌握数学功能 选配数学精砖 用学在精 不在多 只有明辨数学功能 才能少而精的选配数学 如真治疑力 肾阴不足 肝阳上抗之眩晕病人 正见头晕 目眩 头痛 耳鸣 腰不酸痛等 适用幻也取卸的局部疗法 头晕头痛真风尺 百会 耳鸣家听会 腰痛加肾术 大肠术 取卸虽多 但疗效并非满意 若用欲阴西风前阳之法 真补腹溜 血太冲 整体治疗 取血虽少 疗效却好 数学配五是严谨的 只有掌握好数学功能 才能精巧地配血组方 例如 蟹神门有清心火的作用 补腹溜有滋阴补肾之功 二血配五具有滋阴清活 交通心肾的功效 适用于阴虚火旺 心肾不交之症 五合骨有补气的作用 五三阴胶有养血之功 二血配五具有补益气血之功效 适用于气血双窥之症 补神门有补心气的作用 配补三阴胶有补皮溢血的作用 二血配五适用于心肾不足之症 补官员能撞命门火 补肾余能补肾撞腰 补太细有补肾气作用 三血配五 温补肾阳 撞腰一随 真谢通于因为脉的内观 血有理气和味作用 配谢通于充脉的公孙 血有通常和味 将充逆之效 二血配五具有理气叫腻 和味通常 宣通上下的功效 药物的组合成为汤方剂性 数学的配五 同样也成为精荡的处方 血有各自之特长 方有和群之妙用 数学处方 往往具有药物处方所不能发挥之效 针灸与其他各科治病都是一样的 属于某某症 用某某汤方 属于某某症 用某某数学 方 如属中气不足 气需下陷之症 针补合骨 毒三里 百会补中气 类似补中益气汤之效 阳鸣气氛热胜 针蟹合骨 内庭清阳鸣之热 类似白虎汤之效 潭氏内祖 风潭上扰 针补阴灵泉 谢风龙 百会 驱石化潭西风 类似半价白竹天麻汤之效 阴虚火旺 心肾不交 谢神门补复溜 滋阴清火 交通心肾 类似黄连蛾交汤之效 渗阳虚衰 补官员 复溜 肾术 温补 温补 类似经贵肾气氛之效 等等 三 掌握数学功能 辨证取学恰当 中医学的治病精髓就是辨证失智 对于一个病症 首先要通过四诊八纲 辨别其属何种类型的病症 然后根据其病理类型选学配方 若辨证明确 而用学不当 如不明数学功能 不能医症选学 并必不能达到预期疗效 终将为糊涂之事 如治疗一例患两年多慢性结膜炎的病人 使用温中散寒之法 真酒五次痊愈 是因急性结膜炎失智物质而转为慢性 酒服含量药品 致使含至中焦 脾胃乃伤 真火不生 敷火不降 酒酒不愈 使用温中散寒之法 谢酒上碗 中碗 温散中焦寒邪 使寒邪消散 真火上升 敷火下降 故不禁掩病治愈 胃痛 腹泻 消化不良等脾胃虚寒之症也随之治愈 有如热鼻症 症间一处或多处关节肿痛 或红肿热痛 得良则疏 痛不可尽 身躯不利 活动受限 伴有碗门纳呆 揍黄 便密或糖 口渴或可不欲饮 舌苔黄逆 脉象如疏或滑树 或伴有物寒发热 口渴口苦等症状 湿热流至关节 臂阻经过 气血运行不畅 故关节红肿热痛 身躯不利 湿热孕中焦 则碗门纳呆 便密或糖 湿热下注 则搜黄 舌苔 脉象 均属湿热征象 伴有物寒发热 口渴口苦等症状者 是病情加重的反应或加油表症 整体治疗辨证取血 取血阴灵犬 河骨 或驱齿 轻热立湿 胃肠症状明显者 夹血足三里和胃畅中 热胜于湿者 驱齿配头天良 伴有血分症状者 夹血三阴胶活血通落 胃热症状明显 夹血内庭或解析青将胃火 小便黄翅色少明显者 夹血终极 或配头天良 轻力小便 如此辨证取血药 教换也取血疗效好 而易根除 再如治疗一粒流行性 以形脑炎后一阵患 正见神志昏迷 两目呆势 手足触诺 欲言不能 吞咽不力 景远不知 投下后清 搜清便糖 饮食极少 四肢觉冷 身瘦如柴 入睡露惊 唇淡于口 哭啼无泪 体声低微 左侧手指手腕不能活动 口唇干燥 舌尖蛋白 舌心灰黑 脉吃无力 病情中毒 以慢皮风治疗 用温养救腻 培缘固本之法 爱酒观园 神阙 每日两次 每次美学爱酒 十到十五分钟 共九至十六天 基本痊愈 仅遗留左侧手腕发软而出院 本病之所以取得如此良好的效果 是由于辩证明确 治法得当 此力之慢皮风属于皮肾阳气将绝之微后 弯原为壮阳药学 可回皮肾阳气之微 神却能温孕皮阳 长期失久二学 能回垂危之阳 古先后天之本 总之 掌握数学功能是提高疗效的关键 探讨数学功能 必须以脏腑经络学说为基础 结合数学特点和临床实践进行 探讨数学功能的目的 在于掌握数学 更好的辩证取学 应用于临床 第三节 数学组织范围的一般规律 掌握数学组织范围的一般规律 是解决在教 学 用中感到数学组织病症 是一项复杂而困难问题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概括地说 全身数学的组织范围具有普遍性 特异性和定位性 特定性 其普遍性是 所有数学都治疗学位所在处的局部病变 其定位性是 肘系以下数学处治疗所在处的病变外 其中 阳经数学还主治本经经脉寻行通路上的病症和器官病 即本腐病 阳明经数学多主治本腐病 阴经数学还主治本经病 本脏病 气化病和与本脏有关的脏腑器官病 特定学各有其特定组织范围 特异性是 韧脉 督脉 和背负一些数学 既主治所在处局部病 又主治全身性疾病 具有整体作用 现将主治范围的一般规律按经末 区域和特定学分数如下 一 十二经数学 主要是指手足三阴三阳经 肘系以下数学 一 手三阴经 手太阴肺经数学 多治疗呼吸系统疾病 主治胸 喉 气管 鼻 肺 肺胃和同肺有关的病症 手绍阴心经数学 多治疗循环系统疾病和神治病 主治心 胸 蛇及精神情治病和同心有关的病症 手绍阴心包经数学 多治疗循环系统疾病和神治病 主治心包 心 胸 邪 胃及精神情治病 二 手三阳经 手阳明大肠经数学 主治头像 眼 耳 口 耻 鼻 喉及热性病和全身体表病 手绍阳三交经数学 主治头孽 耳 眼 喉 腮 胸 血及热性病 手太阳小肠经数学 主治头像 耳 眼 喉及热性病 神治病 三 足三阳经 足阳明未经数学 多治疗消化系统疾病 主治头额 面颊 口齿 鼻 咽 胃 肠及热性病 精神疾患和同胃有关的病症 足太阳膀胱经数学 主治头像 鼻 目 腰背 肛门及热性病和精神疾患 足少阳胆经数学 主治侧头 耳 鼻 目 胆 鞋类及热性病 四 足三阴经 足太阴皮经数学 多治疗消化 生殖和泌尿系统疾病 主治其腹 皮 胃 肠及血症和同胃有关的病症 足少阴肾经数学 多治疗生殖 泌尿系统疾病和脑髓 骨骼及患 主治腰 少腹 咽喉 耳 齿 眼目及精神疾患和同胜有关的病症 足绝阴肝经数学 多治疗精神情治和一些神经系统疾病 主治侧腹 鞋类 少腹 肝 胆 胰气 头顶 眼目及患和同肝有关的病症 二 忍 督二脉和背 腹部数学 一 忍脉 其下部数学主治泌尿 生殖 消化系统疾病 极寒性病症和原阳 元气不足的病症 大腹部数学主治 胃 肠 消化到疾患 胸向部 数学主治心 肺 胸 咽喉和蛇疾患 二 督脉 上部 头 脊颈部 数学主治头脑 向胃 极热性病和精神神智疾患 中部 胸椎部 数学主治心 肺 心胞 肝胆脾胃和脊椎疾患 对脏腑病次于相应被数学的疗效 下部 腰 底部 数学主治肾 膀胱 大小肠和肛门 腰 底 疾患 对肾 膀胱 大小肠病症次于相应被数学的疗效 三 背部数学 除菌主治学位所在处的局部病和学位下相应脏腑器官的疾病外 还有以脏象和以脏腑之气输注之处命名的背部数学 如心鱼 肺术 肝术 皮术 肾术 胆术 大肠术 胃术 魂门 神堂 义舍 治室 阳刚 灵台 神道等 主治该脏腑病症 如心数学主治心的病症 肝术学主治肝的病症 肾术学主治肝的病症 魂门学治疗肝的病症 神堂学治疗心的病症 阳刚学治疗胆的病症 灵台学治疗心的病症 病外 大椎 陶道 命门 封门 大住 隔余等学还有整体作用 如大椎退热 解表 解药 命门学状真阳 封门学区风等 四 腹部数学 出君主治学下相应脏腑病症外 腹病多取该腹目学 腹部任满数学 神阙 温阳健脾 回阳固托 气海 补元气 官员 补元阳 水分 温阳散寒 行水消肿 等学还有整体作用 三 所在区 区域性 数学 一 头部数学 除君主治学位所在处的局部病变外 百会学还有声举 西风 清脑的作用 二 面部数学 除君主治学位所在处的局部病变外 人中学还有开窍 省治 通都的作用 三 眼区数学 主治眼及眼区病 四 耳区数学 主治而及耳区病 五 景象部数学 除分别主治所在处警 像 燕 猴 蛇等局部病变外 天突学还有阵渴 定喘 降弹力气的作用 风辅学还有去头脑之风的作用 风之学还有西风清脑 明目的作用 六 凶 邪部数学 除君主治所在处的局部病变外 单中学还有定喘 通颅 调气的作用 气门学还有输干礼气 平干解育的作用 章门学还有调干皮 输干气的作用 中辅学还有调补肺气的作用 七 减 宽部数学 多主治所在处的局部病和所在上 下肢经线上的病变 八 功 五部数学 多主治学位所在处的局部病 个别数学治疗上 下肢所在经线上的病变 四 特定学 一 五 数学 根据五行学说补母蟹子的原理 选学配方用于临床 主要用于内脏疾病 其用学以阴经为多 颈学 多用于发热 昏迷以及急性病 行 输学 阴经型 输学多用于内脏病 尤其输学临床应用更为广泛 阳经型 输学多用于经脉所过的头面 躯干及五官等外经病 六辅下和学 多主治该辅病 二 十二 阴经元学多治疗所属内脏病 阳经元学多治疗该经经脉病 三 十五 落学 各落学主治各落脉病 以及相表离两经的有关病症 四 八脉教会学 八脉教会各学 不仅治疗所相通其经的病症 还上下配合 如内官与公孙相配治疗 胸 心 未及患 外官与足灵器相配治疗 目外子 耳后 肩 颈 颈 甲不及患 后膝与身脉相配治疗 目内子 颈 项 耳 肩不及患 猎缺与赵海相配治疗肺细 咽喉 胸隔疾患 五 八会学 各会学分别治疗所会的脏 腹 气 血 筋 脉 骨 嘴病症 六 教会学 教会学很多 并非所有教会学都治疗所教会经的病症 一般来说区域性数学中的教会学 如 禀风 清宫 上官 旋梨 头尾等 不如特定学和具有整体作用中的教会学 治症广泛 收效显著 要从教会学的所在部位和所教会的经脉分析 认识它的主治范围 它不仅治疗所属经或所在部位的病症 还治疗所教会经脉的有关病症 如三阴交是足三阴经教会处 能主治足三阴经和肝 脾 肾三脏的有关病症 也就是说它不仅治疗所属经脾经的病症 还治疗相教会经肝 肾的有关病症 有如屈骨 中级 官员三学都能治局部 少腹 内脏的生育疾患 是与它们所在部位和都是韧脉 足三阴经的教会学有关 其脏斧与木学 五脏并取五脏制备数学 对改善该脏功能 消除该脏功能失常所产生的病理症后 在整体疗法中收效较好 偏于治疗慢性病 五脏木学则不及其效 六腑并取六腑木学 对改善该脏功能和通畅该腐庸致 浊气 收效较粮 偏于治疗急性病 六腑之背数学则不及其效 二十字幕已成为三十字幕 二十字幕 感谢观看